第七百八十五集 多半是映照朱天级强者,禁忌凶兽 楚风实在是被惊得不轻 因为他曾看到过映照朱天级强者的威势 翻手节,星球等都会炸开 抬手间就可以让一个历史悠久的强大族群灭族 这种人物称之为禁忌都不为国 能撕裂大宇宙毁掉一片又一片星系 对他们来说,弹指击杀圣人都轻而易举 他们的一滴血就足以灭掉一个强大的道筒 一根头发落下都能划开星空 割裂顶级进化者 楚风发毛,这袍子来头这么大 然后当他看到那泥台手腕上的手骨串事 都有点怀疑人生了 那是不同种族生物的脚、牙齿 火化后剩余的围盗骨等 每一块都来头极大 不弱于那戒衣袍的本体凶手 楚风站在这里 一阵发沙 真正的在风中凌乱 他震撼的同时 很想说太败家了 这些质宝随便扔在轮回路的尽头 穿戴在一个泥台身上 这不是浪费吗?他真想去扒下来 都穿在自己的身上 这要是整出去随便一抖 估计能震死一大片强者 但是他却不敢动手 刚才用火眼金睛看一眼 就差点惹出大火 若不是石河在手 他肯定行神俱灭了 太可耻了 真浪费 这么多宝贝陈列在这里 不怕发霉长毛吗? 楚风估摸着 外界真敢这么高调 这般穿戴的人 最起码也得是 映照诸天中的佼佼者 其实力在宇宙中 都得排在最前里 甚至前几名内 他在这片地带寻找了半天 说此之外再无其他 然后楚风一屁股坐在了神堪盘 邪你不远处的那个人 你说 要到轮回路的尽头 才能记起一切 怎么你现在 还是一副痴呆的样子 那个人的确处在发蒙状态 手持金色纸张 呆呆的半跪半坐在这里 好半天都没有动 当听到楚风这种话语 他一整惶恐 而后直接跪幅下来 双手持金色纸张 对着神堪 还有楚风这里膜拜 一刹那一变发声 他手中的金色纸张 化成一柱箱 通体金灿灿 刻着一个符号 而后自然发出鸟鸟烟雾 缭绕在神堪附近 楚风露出一色 连我都祭拜啊 随后 他感觉手腕一紧 有丝丝缕缕的金色烟雾 弥漫过来 化成金丝 缭绕在他的手腕上 称为有形之质 这是什么东西 他如同神奇一般 在享受公平 然后他发现 大部分金色烟雾都被泥胎吸收 他手上那个骨串 更是因此而发出丝丝金光 许多烟霞都没入进去 楚风神色古怪 我得到了好处啊 他深知 那金色符直很逆天 有可能是无上大人物庇护子弟所用 等于在这里交买路钱 而他无意中分到了一部分贡品 太古怪了 这轮回之地也讲究人情往来吗 有无上大人物的福在招手 就可以跨越到彼岸 有不同寻常的造化吗 果然楚风猜测成真 在享受完金色符文贡品后 泥胎手腕上的那条恐怖瘦骨串发光 照耀在旁边石壁上 那里竟然出现了一个洞 绑着瑞霞 跪在地上那个人 短时激动起来 认真对泥胎 还有楚风叩拜后 直接站起身来 一步就冲了进去 到了那里后 有一道紫器 从混沌中飞起 没入他的身体 瞬间而已 他像是清醒过来 我秉承天地大气云 这般再生 混沌紫器加深 注定要做足 谁与相抗 要打破我所在的宇宙 通向外界的古路 哎 刚才 我好像拜了两个神像 有些古怪 这也是那个人的自语声 他想回头 但是一缕紫器缠绕着他 嗖的一声 带着他 冲击了锐侠璀璨的古洞深处 而后彻底消失 他 疑似往生成功 楚风一脸或见鬼的样子 尽管他是跟着数百万鬼魂 一块走到这片地带的 见了很多鬼 但是 现在在心中还是无比震撼 因为 他已经隐约间 听出了一些情况 他不知道 黑暗深渊下 那些每天都一亿计的灵体 是否转世轮回去了 但是 刚才那个人似乎成功了 而且 那人得到莫大的好处 还带着记忆 这是什么人的手段 楚风有点怀疑 这种逆天的本领 不是他所在的宇宙生灵 所能演绎出来的 发光的鼓动消失 那里 鬼于瓶颈 只剩下十笔 楚风胡思乱想 那是从混沌中 飞出的一道紫器 因为 那种东西 跟光脑中记载的 某种造化太像了 古时 有婴儿初始 一道混沌紫器加深 被称为天鹰 这种人 一旦成长起来 成为圣人很容易 而到最后 则注定要成为 应照朱天吉的禁忌人物 我刚才放走了一桩大机缘 那小子 转世去了 逐渐就能成为天鹰 楚风倒吸冷气 突然 他听到 谈话声 很清晰 这让他心头一震 居然传来 谈话声 在这寂静的轮回路 尽头很诡异 哪怕鬼魂 以异为单位 可他们都是沉默的 无声的跃进深渊 至于沙漠中 那些背负长刀的干枯生物 则也是呆板的 不会说话 现在居然有人在交流 这着实让楚风惊得不轻 他注意聆听 既模糊 还是想不起来 这轮回路上 不分蝼蚁与天龙 果然是众生平等 我们是谁 我们要到哪儿去 我们应该是姐妹 要去转生 获得无上大机缘 可是头好痛 再多的事想不起来 当楚风听到这样的话 顿时知道来了什么样的人 他们居然不是多么浑恶 带着些许记忆 跟刚才手持金色符纸 那个人相近 甚至要清醒 与墙上一些 果然 楚风看到荧光飞来 凌空虚度 越过漆黑无比的深渊 有人成功来到这一岸 这里是 彼岸 我们成功了 接下来要做什么 我没印象 楚风在上面看得真切 这是一对双胞胎姐妹 哪怕是灵体 看起来已成真实 依旧保留着这一世的模样 他们都拥有一头银色长发 极其的美丽 不弱于秦洛音 堪称完美的面孔 同时具有魔鬼般的身材 除去人类的形态 他们还各自有一对银色羽翼 绽放锐光 轻轻的拍打尖 比西方的神圣天使 还圣洁很多倍 显然 这不是天使那种生物 而是一种极其惊人的强大种族 即便被格式化了 他们还是超级魂体 能跟真龙 不思鸟等媲美 楚风想了想 撕下半截衣袖 遮住半张脸 因为 这对姐妹较为清醒 他不想被他们看出异常 这两人长相无可挑剔 美得没有瑕疵 尤其是长得一模一样 这种另类的风情 更是超越一般的利人 楚风怀疑 这两人 若是跟他同一个宇宙 理应非常有名气才对 多半也排在宇宙 前十的佳人行里 楚风心中琢磨 等我以后去查探一番 如果在我的宇宙中 没有这样两个人 那就能证明一些事情了 在这姐妹二人的手中 有一张符纸 通体为银色 增量 发出光芒 由他们共同指掌 在那张符纸上 有一个字符 蝌蚪纹的形态 跟在石头墨盘上 绽放刺目光芒的 数十个金色字符中的 一个很像 你天的符纸 楚风心中暗叹 但凡涉及到 这数十个字符 绝对了不得 之前那人得到庇护 现在这姐妹二人 一样借此而来 这是有无上存在 为他们炼制出银色符纸 庇护他们 并作为贡品 在这里上购 让他们去往生 带着记忆 去轮回与投胎 这一次 楚风悄无声息 从空间瓶子中取出遗物 套在自己的手腕上 正是他那件雪白晶莹的金刚镯 他在雪旁边的泥胎 那位手上有一条骨串 他则带上自己非常重视的兵器 同样环绕在手腕上 这对姐妹扶着石头栏杆 来到台阶最上方 看到盘坐着两道身影后 都有些发傻 尤其是看到楚风 疑似肉身之躯 就更加震撼了 哪怕他们很迷茫 暂时没有太多的记忆 此刻也出于灵魂深处的一种本能 感觉到不可思议 最终 他们还是贵夫下去 在这里叩拜 很虔诚 与此同时 他们手中的银色符纸 化成一炷香 自然起来 成为一缕又一缕 银白侠物 鸟鸟挪挪 一大部分银色物丝 没入泥台手腕上的骨串中 还有丝丝缕缕飘来 环绕在楚风的手腕上 不过稍后 这环绕的银丝 最终没入了金刚浊内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 请订阅此专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